当我收集资料的时候 我就知道阿罗斯塔的草鱼出名 所以来到阿罗斯塔 当然要试一下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滋味肉骨茶 不是来吃草鱼的吗 这么肉骨茶 我知道了 它肯定是有双饱 进去看看 我果然没猜错 肉骨茶怎么只会单单那肉骨茶的 当然还有其他好料 那首先要介绍的就是 摆着我这面前的 就是他们这里的 出名拿手的肉骨茶 闻到那个香气 很香很浓的那个药材的味道 它里面有些什么配料呢 它里面呢 就是有一些猪肉和一些肚大肠 当然呢 我相信呢 如果你也可以自由选择 你要的那些配料 接下来这个就是 我就是为它而来的 这是草鱼啊 你看它的汁呢 多么浓郁 相信呢是超好配饭的 刚才呢 我偷偷的撕了一下 它有姜丝 还有应该是那个豆瓣酱 味道非常浓郁 还有这一个啊 也是他们这里很多顾客点的 炒喇喇 你看它的喇喇呢 很小很小的 但是它的肉质 可一点都不炒哦 很扎实 好有口感哦 不跟你多说这么多 我先吃 吃完了再告诉你 我感受如何哈 我试一下它的汤头 我的壁子蛮灵的 它这个汤啊 那个药草味很足够 应该是那个当归的味道吧 嗯 好料 它有姜汁配饭吃啊 我整碗饭都可以吃完了 这一餐我觉得自己呢 特别放肆 平时呢 我很少吃白米饭 就是因为这个草味 它味道好啊 让我啊 白米饭一口一口固定的吃 结果把整碗饭也吃完了 还有这个草喇喇也是 很入味 我喜欢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肉骨茶 我觉得啊 它汤头呢 很浓郁 而且呢 你喝过之后 就有一种的 好像回甘的感觉 这个炸 那当然这里还有很多的菜单 那就要你自己来这里 一一品尝咯 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我们下次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